大家好 現在站在荃灣街市位 差不多街市在和諧街 新村街 有間店舖大半間都簽出來 但天井位就賣開的大閘鞋 現在拉了一閘 不知道是不是租客 被投訴搬走了 成交了2250萬 什麼款式呢 帶來看看 我在說這個位置 龍窗大額 旁邊的天井位原本就是大閘鞋 現在拉了一閘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你知道很多時候天井位做生意 被人家一投訴 都會傳給你拆了 很多時候拆了天井 拆了頂 拆完之後 人們又回來 清除了安排 又回來 是這樣的 如果有些地方做電工追黑食 現在站在荷堤街 全新天地的對面 在這裡人是OK的 波間埔很小的 現在是9月24日 星期四應該是 下午3時51分 龍窗大額的時候 看看地址是新村街 33-39號的平安大閘地亞 Apple 見了美積 吹水就400呎 說著門闊的時候 這裡看下去的時候 如果計算天井位 大約14呎 但不計天井位 大約10呎 原本的業主叫價2280萬 它馬進來的時候 2013年的時候 用2170萬馬進來 不用試算了 今次這樣 2013年的時候不如有高峰位 船灣很多單都帶來少少洋了 因為起了天橋之後 下面人流少了 但不是這裡 這裡好處就是貼在街市位 又不完全是街市位 但這裡是OK的 這裡的時候 原本業主叫價2280萬 成交了2250萬 現在租在農村大壓 還有天井位置 之前做大宅 現在就收了 合共之前的租金是74000元 回報3.95厘 但不知什麼原因的時候 就在這裡拉了閘 所以就變了沒有了一件租金 只是這個農村大壓的話 應該就是56000元的租金 56000元的租金 回報立即低了一點 本身店舖是比較小一點的 佔用了旁邊的天井位 總之說了 萬一收到屋柱 已經有這個東西 收到屋柱柱的訂單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是這樣的 通常買的天井位都是這樣的 如果天井位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簽出來 做洗衣店 做雜貨 做什麼都好 但回報很高 一般都是過4厘 因為分分鐘天井一拆一刻的時候 回報就會低 而且很多人買的東西不是太合規的話 即是合法的話 回報就會高一點 停而走險 又有錢 又停而走險多一點 這個位置OK的 旁邊始終是這個街市位 我經常過來街市買東西 每天五六點鐘 每天五六點鐘 我是一個買菜人 每天都買菜回家吃 很開心的 這裡的時候就講這個街市人來人往的 新村街的話就很旺的 新村街也想買這店 和德街差一點 但都OK的 現在跟你錄完這段影片之後又買菜了 最後呢 各位大家感覺呢 一個4.5分位呢 一個4.5分位呢 不是 因為總間店小一點 五千多萬 今次今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5分市值 10分超便宜 1分便宜 怎樣也好 買家買下你都OK的 收到租的 怎樣了 怎樣了 各位買家 各位買家 業主 如果你想放店的話就記得找 WhatsApp 9036143 買你的店 多謝